超过73公尺长的机身在机棚外缓慢滑行 这架空中巴士A350一千克机 正式成为澳洲航空的一份子 尽管A350系列在研发过程中出现延宕 新机型问世又遇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但在后疫情时代 空中巴士集团却在南半球抢得先机 身为北半球旅客喜爱的度假地点 澳洲人自己出国旅游或恰商 就以同属英语系国家的北美与英国为主 伦敦与纽约 芝加哥 洛杉矶等大都会 与澳洲之间的航线算是相当热门 澳航于是在2018年推出 由博斯直飞伦敦的航线 飞行距离达14498公里 但还不算第一 现行最长距离的航线 是新加坡航空往返纽约与新加坡之间 距离将近16700公里 而一旦澳航展开伦敦雪梨的直飞搬机 飞行距离可达17800公里 刷新民航史的记录 为了让旅客在20小时的航程中 有更舒适的体验 澳航的策略之一 就是减少经济舱的座位 同时增加头等舱与商务舱的座位 一方面让客舱不要那么拥挤 一方面可以借此提高票价 而瞄准的当然就是金字塔顶端的商务客 经过测试比较 澳航在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12月 决定选择A350-1000 来执行这个名为日出计划的航线 舍弃原本列入考虑的波音777 尽管遇到疫情打乱时程 但空八集团还是在这一回合打败波音 不仅国际航线要有所表现 澳航也没有忘记重新升气蓬勃的国内航线 机队中多达70多架的波音737-800 未来十年也将逐步有同类型的 空中巴士机种取代 根据路透社整理的民航市场资料 2021年到2022年 也就是后疫情时代最初的这两年 空中巴士在新飞机订单的成长方面 有后来居上的情况 从波音原本大幅领签的态势 演变为目前平手的局面 公式新闻徐家人编译 几续